大家好 今天是8月27、星期二 8月份剩下的交易天不多 只有三天而已 明天星期三是今月期指转创高峰日 星期四是今月期指结算日 星期五是今月場外衍生工具结算日 明显看到这两天 在维稳或好仓大户主导之下 市虽然成交金额偏梭 但仍然处于一个逐步向上推升的格局 看看今早的市况 早市恒指先是轻轻低开135点到17,663点 之后曾经有少少反复再低见17,624点 但维稳的买本开始出来了 结果市况就逐步慢慢升到17,879点 即是指数曾经一度跌了174 其后倒升81点 最后就收17,874点 升了75点 成交金额919亿 相对昨天来说是多了些少 好了 8月份当然只是先低后高 我相信不会改变了 由5日的低位16,441 去到今早的高位17,879 即是说今月的波幅再扩阔到1438点 市是有少少玉霸不能的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指数以收市指数计 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即是简单说 技术上近日来说股市 虽然有多次反复穿梭在100天线 但最终都是穩守100天线流上 穩守100天线流上 就代表指数是穩守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技术上、形态上是有利于进一步的推进 目标现在应该是直至18,000点的大关 先不要说破了18,000点 大市会升多少 因为8月份剩下交易天不多 只有三天 其实有没有更高的指数出现 已经是不重要的 只是说市现在升到17,879点 事实上距离18,000的关口 相差只是百多点 如果轻轻突破 我觉得就比较好看一点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 8月份是先低后高 9月份是怎样行 这个才是比较担心 因为这阵市升到现在的成交金额 都一直是偏疏的 你只看一千亿的成交金额 显示得到资金入市的态度真是很保守 股市上升没有动力去配合 升势是不能够持久的 唯有希望往后的时间 成交交易会慢慢慢慢多跌了 如果一旦突破了18,000点的话 第一个技术上的目标 应该是18,073点 为什么呢? 今年5月20日的高位是19,706点 跌至8月5日的低位是16,441点 一共跌了3,265点 既然市已经回到所有平均移动线上 顺势向上推升 从而希望回升跌幅的一半 很正常 一半便是18,073点 而比较关键的是 8月份期指转仓结算完 场外衍生工具结算完 下个月回来 会是9月份的开始 到时要看看成交金额 能不能配合 有几个重要的走势要留意 第一 既然指数突破了所有平均移动线 希望一直能够稳守一百天线上 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就是成交禁锡 如果能够走上1,000或者1,100亿的话 最低限度代表9月份上旬的事 仍然有机会做好一点 不过两者来比较 我觉得成交禁锡是更加重要 大家 今天是8月27 星期二 8月份信价交易店已经不多了 明天 星期三就是这个期指转仓的高峰期 而星期四就是这个期指结算二 所以这两天股市的表现还是不错 当然 有一部分的回文的买盘还是不断的出现 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这个期指能够在比较高的水平 进行一个转仓跟结算 好了 我们先看看今早的情况 恒人指数早段先低开一百三十五点到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三点 在估压一点一点出现之下 指数曾经一度跌到一万七千六百二十四点 可是维稳的买盘开始出现 结果整个股市就开始掉头回升 到下午两点后指数已经曾经一度回升到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二点 等于说结果分中指数已经创了八二分的新高 好了 相对结果的第一位是五号的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一点 算起来 结果的波浦已经有一千四百二十一点 当然 现在看情况指数还是有机位 机位进一步条件一万八千点 那就要看 资金日子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 我总是觉得股市虽然是一步一步往下创百二分的新高 可是动力方面还是不太足够 变成来说 市里边一直是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细分的 我们再看看移动线方面 经过今天下午的进一步上升 当然指数又再回升到一百天线以上 等于说现在的指数已经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单单看这个基础上的走势已经表现股市不但是回稳 而且也在进一步往上寻找反弹的高位 那就要算一下了 股市从5月20号的高位一万九千七百零六点开启着下跌 到8月5号的低位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一点 一共跌了三千两百六十五点 好了 既然现在指数已经回升到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等于说整个反弹的势头是比较明显 要是股市能够回升三千两百六十五点的一半的话 等于说第一个目标就是一万八千零七十三点 相对现在指数在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多点看起来 距离也不太矮 只要两百多点而已 问题就是这个股市真的能够升破一万八以后 到9月份股市会怎么走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因为8月份有没有更高的指数 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现在来说8月份星期来交易天只有上天而已 我们要看看9月份股市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 相对股市在一万八千年来看 在9月份只有有一千点的上升的波幅 指数已经可以进一步挑战一万九千点 可是问题就是股市的动力一直不足够 等于说股市当然是一步一步的上升 可是资金方面就不配合 这样子就是股市再进一步往下推 市里边也没有细分的 还是哪一句 买一点点根据没问题 可是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 另外一部分抓获比较多的朋友 早前跌到一万六千多 心理压力很大的 好了 股市现在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反弹 也可能再进一步往下推 要不要把我比较高的水平进行一个减仓 自己就决定了 毕竟在熊市上期 我们也不能看得太高 好像现金还是比较安全的 好了 下个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留言订阅 按下小铃铛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 Friend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我们下期停通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